欢迎大家来到我的Talks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是英俗白木达有帮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陈嘉虎探嘎后总经理给我们的一句话 年轻是一种心境而不是实际的年龄 当你失去探索逐梦的日程时 你就失去成为年轻人的本钱 感谢陈总经理的这一番话 首先呢我今天主要要讲的是我的自我介绍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马来西亚学生 如果他来台湾留学 他需要知道的东西 无论是乔生外籍生 乔生里面的个人申请联合分发 或者是来台升学优势 来台湾的奖助学金 升学工具箱 还有留台工作的等等事宜 首先我的名字叫冯浩俊 我也是一名马来西亚的乔生 我应该是全台湾最幸运的人 因为我念了三所学校 而且三所都有念完哦 首先第一所学校 我念的是国立中正大学政治学系 我从2003年念到2008年 虽然看起来我是延避了一年 but我却是我的同学里面 唯一一个快要念到博士的人 那这个是我的国立中正大学的学校校园的美景 基本上我第一次去到这个学校 就被它的风景所吸引 这一张图是一个人工湖 上面有一条跨湖大桥 旁边则是我们充满活力的学生活动中心 所有大小社团的事情都在里面发生 那第二所学校是我念的国立近南国际大学 我念的是东南亚研究所硕士 从2008年念到2011年毕业 那我在这个求学的阶段里面 成功的获取中华民国外交部的外交奖学金 还有我的硕士论文也获得中央研究院的奖助计划 那我的国立近南国际大学是一个美如先进班的学校 然后这个是它的晚霞 第三所学校我则去了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班 自2012年入学预计2019年入学 在国立中山大学就学期间 我就去担任了微笑小熊调查小站的员工 然后负责处理的就是有关于统计的事情 国立中山大学它是在一个海边 然后它有阳光沙滩跟大量的猴子 不要错误真的是猴子 然后接下来呢主要要讲的是留学台湾 主要是马来西亚同学都很想来台湾念书 可是却不知道如何来申请 马来西亚同学只要你持有马来西亚的护照 或当地的长期居留证 然后你过去的六年或八年都住在马来西亚 或海外其他国家 那我们都很欢迎你来台湾念书 然后马来西亚有很多各种原流背景 无论是独立中学 国民中学 还有国际学校 台湾学校的学生都可以来台湾念书 首先独立中学 马来西亚全国有61所华文独立中学 他的毕业生都很被受到台湾的大学欢迎 这个是2015年3月 我去槟城一所独立中学的时候 辅导一个独中生的照片 还有马来西亚有很多的政府的国民中学 或是国民型中学的毕业生 他们也可以来台湾念书 那这一张是2014年 马来西亚国民型中学的学生 去马来西亚教育展参观的一个照片 那马来西亚还有很多的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的毕业生也可以来台湾念书 这个是吉隆坡国际学校 一个女学生的照片 还有就是台湾学校 马来西亚有两所台湾学校 一所是吉隆坡台校 另外一所是兵级台校的毕业生 也可以来台湾念书 这一张是我们去年去兵级台湾学校造访的照片 还有就是申请身份 主要台湾来台湾念书 主要有两种申请身份 一个是乔生 然后另外一个是外国学生 那一个马来西亚学生 他可以去选择外国学生 他也可以选择用乔生 那学生可以择一身份申请及入学 那外国学生的部分 我会建议同学就是去参阅教育部 Study in Taiwan的网页 如果有感兴趣的学校 就直接跟该校的国际事务处或是招生组联系 那值得注意的是说 如果你用外国学生就读台湾的国立大学 那个他的学费的收费是乔生的一倍 这次同学必须要注意的哦 这个是Study in Taiwan的网页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点选你要看的资讯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乔生 也就是像我一样 就是来台湾念书的身份 首先乔生有两个管道 第一个呢 就是透过海外联招会的方式报名 然后还有第二个方式 是透过各校单独招收乔生 那值得注意的是 乔生的学杂费 是跟台湾的本地学生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不会有额外收费的问题 这一张图是我们国立近南国际大学 今年度马来西亚毕业生的照片 他们都来自马来西亚东西南北各州属的学生 那他们今年六月即将 就是毕业要回去马来西亚了 那接下来还有一种申请管道 就是海清班 如果你想要学一技之长 这种二年制文凭课程就比就很适合你了 那主要是透过马来西亚刘台联种报名 那这一张是明传大学海清班学生的毕业的时候的照片 那今天我主要要讲的就是海外联招会 海外联招会所遭受的学生都必须具备侨生身份 那我们分成两个管道 一个是个人申请 我们主要是请同学提交各系所要求的审查资料 然后呢我们可以请同学最多选填四个自愿消息 那他的报名时间是每年的11月到12月间 他的自愿类组是不分类组的 换句话说你的第一自愿可以是管理学院的课程 第二自愿可以是理工科系 第三自愿可以是设计等等相关的 所以因为他是不分类组的 所以只要你感兴趣的你都可以去选填 那同学应该要提供的是自愿消息规定的审查资料 然后个人学习历程相关证明以呈现你的学习潜能 这样子学校才能重游录取 那他的放榜时间是隔年的三月底 如果未获录取一律自动转入联合分发 同学不需要重复报名 那联合分发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按照您的学业成绩或是会考成绩分发 所以都可以选填70个自愿消息 那他的报名时间因为按照身份的不同而不一样 例如说读中的部分就是每年的11月到12月间 国中的部分是每年的2月3月间 那国际学校跟台湾学校的话是每年的2月 那他的自愿类组的话就比较不一样啰 他主要是分成1、2、3类组 然后2、3类组是可以互跨选填自愿的 那可能很多同学会问说 那1类组是什么 2类组是什么 3类组是什么 那比较简单的分类是 1类组就是文法、商、管理 那2类组是理工的科系 电机还有机械等等相关的科系 那3类组的部分呢 就是医学、牙医 还有一些生物科技的科系 那同学在这个里面可以最多选填70个自愿校系 那我们的分发依据是什么呢 我们主要是看同学列举的成绩 例如说读中生的话 我们就看他的高中同考成绩 那如果是国中生的话 我们是看他的STPM、A level、SPM还有O level的成绩 那如果是国际学校的部分呢 则是看中学最后三年成绩 或者是SAT subject test 台湾学校比较不一样 他是参加我们台湾联招会 去当地举办的学科测验的成绩 那他的放榜时间也不一样 读中生是隔年的4月初 国中生还有国际学校是隔年的5月中下旬 然后台湾学校就是隔年的6月初 那如果未获录取 70个资源都未获录取的话 那我们会自动把同学转进去台湾大侨仙部 那台湾大侨仙部 在马来西亚以前都称桥大 那就是一种大学先修的课程 主要是休息9个月 然后参加结业考分发大学 那这个是桥仙部的网站 那就是它主要有两个班别 第一个是马来西亚春季班 主要是2月入学 然后同年6月结业只念一个学期 那他的报名时间是每年的11月到11月间 所有马来西亚学生皆可报名 那另外一个是秋季班 他是9月入学 然后念到隔年6月总共念两个学期 那读中生是每年11月12月2月3月都可以报名 那国中生是每年的2月3月 国际学校跟台校都是每年2月 这两个班别所有的报名单位都是海外联招会 网址就是像我的powerpoint所显示的一样 那接下来就是研究所的部分 其实台湾有大量的硕士及博士班的课程 那同学就是最多可以选填4个自愿校系 研究所一律都是采取的是审查制 那就是主要是同学要提交你的系所要求的资料 然后进行审查从右录取 那接下来我会介绍的是来台升学优势 我这边提供了私房的八大优势 第一个呢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开放 台湾的社会非常的自由 政治非常的民主 然后言论就是非常的公开 所以同学看到的这个是选举的部分 台湾选举是非常的民主跟开放的 所有的选票都是必须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划圈选 然后呢就是投入票箱内 然后这个台湾已经是非常民主的一个地方 那台湾跟马来西亚生活习惯非常的相近 因为这两个社会都是同俗华人社会 像这一个是一个番茄炖牛肉 在马来西亚也能吃得到 所以呢基本上无论食物 生活习俗文化都非常的相近 那还有就是语言的部分 台湾是说华语还有闽南语 也就是福建话 马来西亚也有很多的人都会说华语和福建话 所以在这个方面 你来到台湾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字读不懂 或者是语言听不明白的事情 像这一个字话 那我们也可以读得非常的顺畅 所以无论文字和语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还有就是升学机会多元 无论学士硕士博士都有大量的升学机会 这一张图是某个大学 他的毕业典礼人数非常踊跃壮观的场面 那接下来就是成本效益较佳 一个乔生 如果他念国立大学的理工科系 一年的学杂费是五千七到七千五马币 那如果他念私立大学的理工科系 一年是十一千跟十四千的马币 这个价钱是非常的划算的 而且台湾的高教品质非常的优良 所有要招乔外生的学校科系 都必须定期的接受高教评鉴基金会的评鉴 那评鉴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高教评鉴基金会会邀请一些学者专家 定时的去参访一些系所 以了解他的办学 还有就是各项的学生的照顾 有没有做到很完整 那还有就是国际接轨顺畅 如果同学在台湾学师毕业 或是硕士毕业后 想继续到美国、欧洲、英国、法国、德国、日本 去继续求学的话 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就是说你不用担心你的学位 去到这些国家不被承认 那还有就是台湾有六十年的侨教经验 台湾对于海外侨生的照顾经验非常的完整 因为在过去的六十年间 台湾培养了不少的海外侨生回国发展 那它的照顾是什么呢 从你下飞机就会有 侨委会安排人去机场接你 然后把你送到学校 进到学校之后呢 学校会提供住宿保障优先 然后如果当你生病或是肚子痛的时候 你想要就医那你就是有很完整的医疗健保的照顾 此外呢就是还有奖助学经非常的优渥 待会我会提到 还有就是台湾是可以接受乔外侦在台湾打工的 就是你在学期间你可以在校内或校外打工 还有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同学或是各国的同学 对于社团活动都非常的踊跃 然后所以这个部分大家都可以 就是在台湾除了学习课业之外 也可以学习到社团经营 还有就是教育部规定 每一个学校只要他有招乔外生 他都必须设一个专责的乔府人员 还有就是说 如果当你觉得你的课业跟不上台湾的学生 你想要就是申请课业辅导 也就是补习 那就是乔委会也会提供资助 还有最后就是最重要的 马来西亚学生都会问说 那如果毕业之后可不可以留在台湾工作 那目前台湾是对于各国的乔外生都非常的欢迎大家留下来工作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讲一下就是那个乔生乔保跟健保的部分 乔生来台的首六个月 乔委会会统一的向保险公司投保 那乔委会会补助50%的保费 乔生则负担另外的50% 换句话说是每就是六个月只要负担626元 乔生如果生病或是受伤都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医药费的理赔 还有就是当你如果来台满六个月之后 就是会全面的纳入全民健保 就是跟台湾人享有一样的医疗体系 那乔生只要提出乔生清函证明 那乔委会会补助一半的保费 乔生则负担其余50%的保费 每年每月只需要负担374元 那接下来就是如果乔生有生病受伤 直接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就医就可以了 那还有接下来是讲助学金的部分 因为同学来台湾念书可能都会觉得说 那我的学费要从哪里来呢 我为了帮父母们审核包我提供的这些秘诀 首先如果你的成绩非常的顶尖的话 你可以就是有资格可以申请精英乔生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是由中华民国教育部所提供的 它是目前获奖金额最高的奖学金 那只要你符合顶尖的资格的话 你每年就是可以获得37500的奖金 如果隔年你又同样符合资格 就会一直可以蓄领 蓄领到你毕业为止 可是如果你有延避的情况的话 延避的部分是没有蓄领的资格的 还有接下来呢 是优秀乔生奖学金 也是中华民国教育部提供的 获奖金额是第二高的奖学金 那有些同学可能没有像之前的 精英乔生奖学金的那么的优秀 那他就可以选择这个优秀乔生奖学金 他首年是可以获得18750元的马币的奖学金 那隔年如果他同样的那么的优秀 学业表现得非常的顶尖 那他继续符合资格就可以蓄领15000马币 那也是一样就是领到你大学四年结束为止 那还有其他奖助学金的部分 其实台湾无论是侨委会或是各华侨团体 都有上百种的奖助学金供您申请 入学后你直接跟你的就读大学查询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其他的奖助学金的部分 教育部针对加进清函的乔生也有提供清函乔生助学金 那他每年发给的金额大概是4000到4500马币左右 那还有如果你念到研究所的部分 教育部也有提供研究所优秀乔生奖学金 那他每月是可以获得1250马币的奖金 还有就是说其实侨委会跟其他华侨团体 都有上百种的奖学金可供申请 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提到的就是升学百宝袋 我希望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升学多拉A梦 就是他可以从他的百宝袋里面拿出一个任意门 可以帮你们就是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然后来到台湾就学 接下来呢就是学群介绍 主要是说有些同学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就学方向 他想念什么样的科系 什么科系就可以做什么工作 所以我们比较希望同学用学群的概念来找你的理想科系 那我们帮大家整理了台湾所有的科系 把它整理成18大学群任你挑选 那18大学群要去哪里看呢 海外联招会的网页里面有一个来台就学专区 里面有一个学群介绍看学群介绍的功能 你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一个18大学群的风潮图 像我今天用的一个例子是管理学群 那如果我对于管理学群感兴趣的话 我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首先会讲的是管理学群到底他包含的学系有哪一些 还有就是说他在修习的内容是什么 他学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还有接下来呢 就是他毕业之后他能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那接下来当我们会帮你把所有海外联招会有招的147个委员学校里面 就帮你把所有的管理学群的科系都帮你掳列在下面 那你就是可以看你想感兴趣的科系是哪一些 那里面就会有详尽的资料 接下来呢 有些同学可能比较厉害 他就已经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了 他只需要知道他想要念的科系有哪一些名额 然后要怎么申请 那我们有一个功能叫细索关键字查询 那就直接进来搜寻啊 去海外联招会的网站有一个来台就学专区 里面就是有细索的关键字查询 你点进去之后你点那个网址就会进到这个画面 那你当你进来这个画面之后 你的关键字可以用学校 也可以用细 例如说我想念电机的话 我就是打电机两个字 或者是打英文 Electronic Engineering 他就会帮你用这个keyword search的概念 把所有这个关键字的学校帮你都列出来 那你就不用这样子一个一个慢慢的去找 那最后一个工具 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 就是IOH 那就是听听学长姐怎么说 IOH整理了很多 在台湾念书的学长姐的经验 那我们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听听没去过所不知道的事 因为你没有来过台湾 你也可能不了解那个科系是在干嘛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你去听听别人的经验 他来到台湾学到什么东西 或者是他在求学的经验里面 有什么东西是你所不知道的 在海外联招会里面各国专区 我们有一个马来西亚专区 然后里面已经有整理了所有的 跟马来西亚相关的 无论是招生简章 还有一些就是教你如何操作 我们报名系统的介绍 还有就是我们帮大家整理的 就是所有马来西亚同学的IOH的talks 里面都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学生来台求学的经验 大家都可以去看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 百宝箱里面的重要的工具 就是报名步骤 我们报名步骤其实只有很简单 只有四步骤 一次报名 你只有可以进两千多个科系 可以供你选择 那我们的第一步呢 就是先注册账号 你先有一个你自己的专属的email 然后你用你的email当你的账号 然后你就是申请 你就选择学士班 硕士班或是博士班 还有你的选择 你的身份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再逐一回答相关的问题 最后呢 你会回到你自己的email收信 我们会记一封开通信给你 你就把你的开通信 就是按照我们上面的指示 开通你的账号 开通完账号之后呢 你再回到我们的报名系统 登录你的账号跟密码 填写你的个人基本资料 还有就是你要选填你的个人申请 和联合分发的志愿 然后并且按取确认 确认之后呢 我们会要求你上传你的个人申请的审查资料 你把所有的你的个人申请的备审资料上传之后呢 我们会帮你把所有的报名表格输出出来 成为是一个PDF档 你不需要再去做任何的书写的动作 然后你把我们申请出来的申请表 简合表 还有连同你的身份证件 学历证件 例如说你的学历证件有中学毕业证书 或是理校证明 还有你的中学最后三年成绩单 还有你的各式的会考文凭 还有就是你的联合分发的消息资料表 记得消息资源表一定要签名 还有就是你的个人申请审查资料上传确认书一份 那个上传确认书也是要记得签名的哦 最后一步就是你把刚刚我们所说的第三步的所有的资料 缴交到乔委会指定的保健单位 乔委会指定的保健单位就是有马来西亚全国的61所读中 还有就是留台同学会等等的分会署会 你把你的表格交给他们之后 就是完成报名的程序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 必须在报名期限之内 把所有的资料交去保健单位 而且很多同学就是往往是做完了第三步 把表格输出出来 而没有拿去保健单位 这样子的话是视为你的报名是无效的 所以同学必须要务必谨慎注意 还有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留台工作面面观 因为很多同学都说 那我留学台湾后我的人生下一个章节到底在哪里 那目前台湾就是非常的欢迎乔外生毕业之后留在台湾工作 其实海外工作你也可以 那现在目前现行的新制度是留台工作评点制 它是一个综合评量的工作证机制 让乔外生毕业留台工作更easy 那它是一个怎样的运作呢 只要是你是外国学生乔生或是其他华裔青年 在台湾取得学士或以上的学位 你就具备了申请资格 那你的申请方式呢 是首先你必须去找到愿意聘请你的雇主 然后再请雇主去向劳动部申请 那劳动部呢就会依你的资格 有没有达到评点的项目进行评分 累积点数只要满70点就可以合发工作证 那评点的项目是什么呢 例如说学历 如果你是拿到学士学位 那你就是有10点 那如果你拿到硕士学位你有20点 那如果你拿到博士学位你有30点 那工作经验的部分 如果你有其他专职的工作经验 那你的工作满两年的话有10点 工作满4年的话有20点 如此类推 还有你的一些特殊专长 可能你都是擅长于室内设计 或是其他的专长特殊项目 那你这种也是可以累积到点数 另外还有就是华语能力 那如果你有通过华语能力的检定 或者是你在大学期间有休息华语能力 那也是可以得到分数 还有你的外语能力 马来西亚学生的英文能力 还有就是可能你的母语 例如说广东话客家话 都可以当做你的外语能力的分数 还有你的海外生活经验 还有就是你的服务的产业 是可以配合台湾政府的发展方向的 都会有得到一定的分数 那他的名额是不限的 所以换句话说 只要你提出申请都有机会 那他首年的成效是已经成功的合发 1142人 我们马来西亚的毕业生就占了40.8% 那第二种制度呢 就是我们所称的救治 就是要申请外籍人士的工作证 以前就是如果你的月薪是达到 新台币47,970亿元以上 或者是你是大学里面担任研究助理 那你就是这两种资格的人 都可以成功的申请到工作证 所以对于一些 例如说如果是念资讯的 或是奠基的 他出来的薪水就可以达到这个的幅度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申请工作证 留在台湾工作 那很多人问说 为什么要留在台湾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因为留在台湾工作 生活非常的便利 然后台湾的职场非常的公平 是以能力导向来作为你的薪水 还有各项待遇的凭准 还有台湾的薪资跟经验 工作经验的累积 都是对于我们大学新鲜人 或者你想要海外生活的人 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的演讲到这边结束 谢谢